我们学习到 德尊普贤第二 后面的经句 德佛变才 祝普贤恨 善能分别 众生语言 我们关照 这个普贤行 就是我们的生活 工作 处事在人间 才能渐渐入不恶法门 佛法是不恶法 我们能够真正 无我 心地清静 那就能 实时体恤他人的心 善能分别 众生语言 也能够我们在当下 在这一生 能够落实 心地清静了 心地 慈悲了 我们遇到这个法门 又生起慈悲心 抓住一切机会 劝大众念佛求生净土 这个就是开化显示 真实之际 李秉兰 老师 有提过 我们已经知道念佛法门 不尽力去介绍给别人 就是不慈悲了 当然这个不尽力 这个不能 变成执着攀缘 把人给吓跑掉了 这个就不妥了 佛法 最重要的 就是不能执着 用真心 尽心经历里面 没有攀缘 慈悲里面 也要有智慧 判断姻缘 不强求 悲至双运 多少缘 就净多少心 而 确实 这句佛号是 开化显示 真实之际 我们很多祖师 都是希望 我们能够了解 这一句佛号 的殊胜 鸿鸣 鸿鸣 正章 自性 净土 方显 违心 观无量寿经 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四心 是佛 四心 作佛 所以师长 在 这一次 无量寿经 讲记当中 在讲完 这一品经 大家有文字稿的话 可以看一下 我们前面的这两品经 叫通序 进入第三品 大教缘起 是别序 序 主要要起信的 让我们 升起 无比的 信心 这是前三品 很重要的 用意 目的 而 我们这个净土 三支梁 信 愿 持明 信就摆在 第一 所以师长这里讲 信是第一条件 由此可知 这个起信的重要 所以 师长在这里讲到 这一品经 第二品里面 就有开化显示 真实之计 真实之计 就是观经里面 所说的 是信是佛 是信 做佛 这个就是真实之计 所以 进修节要 这第十一拜 一心观礼 佛有心生 心水 佛现 心外无境 全佛是心 境外无心 全他 其志 红明 正章 自信 净土 方显 违心 感应 道交 呼应 同时 十万 亿成 去此 不远 心 做 心 事 他 他的理论 依据 在这里 所以这一部经典 这个法门 可以相信 应当相信 他依据的理论 是非常真实 不是虚妄 的 而且这一部经的作用 是以平等法 觉悟一切众生 让一切众生平等 成佛的法门 所以一心观礼 经云 当来 金灭 佛已 辞明 独留此经 只住百岁 御师经者 随意所愿 皆可得度 事故 我经 自心 顶礼 广大 圆满 简易 直解 方便 就静 这个 第一稀有 难逢 法宝 大成 无量寿 庄严 清静 平等 绝静 所以这个是 令 九法界众生 平等 成佛的 法门 所以 世上有说 这个从世上 九法界不平等 理上讲 也不可能平等 但是这一部经 所讲的理 不是普通的理 是真实 究竟 圆满的 法性 之理 法性 是平等 我们学佛的人 大家都知道 法性 是平等 是从这个理 里面 开化 出来的 所以这个法门 实实在在 殊胜 自己 无履 伦比 没有一个法门 能够跟它 相比 它真的是 平等 成就 而且 这个成就 不是普通的 成就 是 究竟 圆满的 成就 西获诸佛 无量 功德 智慧 圣明 不可 失忆的 唯妙 法门 所以我们看 师长 这一段 是在 这一品 第二品 完了之后 讲的一段 开示 也是对 开化显示 真实之际的 透彻 说明 我们看 师长接着 还说 会以众生 真实之陆 这个真实之陆 在哪里 性愿 持明 三之良的方法 佛仪 普遍 广大 平等 无差别 受予了一切众生 只要符合这三个条件 都能平等 都能平等得度 九法界众生 人人 都能做得到 所以 华 华 世界 法僧大师 用这个方法 可以往生 极乐世界 六道 凡夫 乃至 地狱众生 用这个方法 也可以得度 会以众生 真实的利益 那这里 师长又举了 莲池大师的赞叹 这个法门 月三起 与一念 三起是三大阿僧 期节 这么长的时间 这一念 就超过了 我们看了 往生就原正 三不退 六道 轮回的众生 往生 也是原正 三不退 所以下一句经文 提到 超过世间 诸所有法 后面四十几品 也提到 若诸有情 当作佛 行超 普贤 登彼岸 这个信愿 辞明的 功德力 真实的利益 真的是 为佛与佛 乃能知 所以超过世间 诸所有法 祖师们 也都是在 强调 法门 殊胜 名号 功德 的殊胜 就是希望我们 起真实的信心 真正了解 这个名号的功德 不用人家催 不用人家提醒 自己就老老实实 分秒 必真的念 我们今天假如 真的知道 这句佛号 行超 普贤 登彼岸 知道这句佛号 岳三起 于一念 这样的 因缘 这样的 法门 彭继经 局势说的 无量即来 稀有难逢 此一日 其诸胜 于片眼 岳三起 于一念 是从时间 他成就的时间 无与伦比的快速 那其诸胜于片眼 因为八万四千法门 这些通途法门 师长在这里 讲到 像爬楼梯一样 大乘佛法 有五十 一个阶位 第五十二 才成佛 像爬楼梯 一层一层 爬上去的 但念佛法门 是坐电梯 上来的 不必一层一层爬 那其诸胜于片眼 这个其 与大圣 观音 四字 文殊 普贤 跟他们的地位 平等 就是用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就跟他们平等 所以我们今天 很幸运 缘成熟了 什么缘 做佛的缘 我们今天 做佛的缘成熟 是心做佛 听到这部 究竟圆满的经典 就是告诉我们 成佛的方法 所以我们 不能再错过 这一次的因缘 所以东老师之前 认识佛教 有引了 弘一大师的一段话 这话我没有记起来 大意上 就是我们错过了 这个因缘 那没有办法 弥补的遗憾了 事实上讲经说 错过了 那可能还要再等 无量节 那我们假如了解 这个开化显示 真实之际 就是事心做佛 我们就能体会到 欧威大师说的 以慈名故 善根福德 顿同诸佛 慈名的时候 我们用真心来念 善根福德 就顿同诸佛了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就念念佛了 这个法门 跟通途不一样 通途是 修因得果 这个法门是 从果其修 其修其果 持这句佛号 就把阿弥陀佛 果地的功德 变成自己的功德 所以黄念祖老居士 等墨宝 我们再请工作人员 发到群里给大家看 老实 持名 全色佛德 成自得 把佛功德 就变成自己的功德 身具信愿 决定往生 正无生 往生就原正三不退了 所以这个法门 十本不离 直屈与绝路 成佛最快的方法 博弈大师 这个要解 英光祖师说 古佛再来 都不可能超过其上 主 这个 欧益大师 在要解 里面 也开解到 他开解 是针对 经文里面 佛 自问自答 因为是佛的境界 智慧第一的 舍利佛 这接不上话 经文里面讲 彼佛何故 好阿弥陀 彼佛光明 照十方国 无所障碍 事故好为阿弥陀 阿弥陀 是佛的 法号 彼佛 寿命 及其人名 无量 无边 阿生 其解 故名 阿弥陀 欧益大师 讲 阿弥陀 是 翻语 翻为 无量 无量 好不好翻 好不好 说明白 所以 欧益大师说 无量 本不可说 很难说 但 释迦摩尼佛 以光授 两个意识 收尽一切 无量 不可说当中 佛还是能受圆满 所以佛的智慧圆满 因为光 则 横辨十方 无量光 横辨十方 寿 是无量寿 则 庶穷三计 无量寿 包含过去 现在 未来 树穷三计 横是空间 树是时间 横树交测 即是法界体 无量的 无量的 空间 无量的 光 寿 就是整个宇宙 就是法界体 所以他是 局尺体 法界的 全体 做 弥陀 名号 所以这一句 名号 即是 众生本觉的理性 本觉的理性 本来的自性 所以 词这一句名号 词名即是 死觉 何本 死本 不恶 身 佛 不恶 故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就念念佛 所以 以 持名 故 善根 福德 就 顿同 诸佛 阿弥陀佛 成就了 这个法门 成就了 这句 万德 弘敏 给我们念 我们 老老实实 念这句 佛号 整个宇宙 都念到了 都没有 漏掉 所以我们真正 透过祖师的这些教诲 来对这一句万德鸿鸣 深习坚定的信心 他真的是 超过世间 诸如所有法 而且 这个念的时候 在 十网 神经里面 有提到 阿弥陀佛前 二十五大菩萨 随父其人 这个魔 不能干扰 好像是 廉坚实大师 阿弥陀佛经书超 里面 提到了 念佛之人 真念佛 他头顶 有四十里 光明 竹身 的蜡烛的竹 他顶上了 四十里的光明 照耀 魔 不能犯 所以这个念佛 不可思议 我们真正了解了 念得一句 是一句 一不念佛 须于被念佛之心 刹那 及结业之所 不念佛 打妄想 就是轮回星 轮回夜 多念一句 是一句 多说一句 世间的是非人物的话 多说一句 就废一句了 这个差别 很大 说实在的 我们现在 还真 真的有面对 家庭 事业的问题 家庭跟事业 花了时间 就能处理好吗 首先最重要的 我们要有智慧 去处理它 假如没有智慧 清静心才能 清静心才能生智慧 所以黄念主老基师说 要把念佛当第一 很有道理 不只是说正住双修 在念佛是正修 所以要当第一 你世间的事情 你要把它处理好 你要有定力 你要有智慧 不念佛 定力怎么来 智慧怎么来 我们得冷静冷静 该瞎操心 第一个 自己身心受损 再来呢 我们所爱护 关心的亲戚朋友 能不能感觉到 我们在操他的心 比较敏锐的 比较有良心的 是感觉得到啊 这样他们也会有压力啊 是吧 我们操心对自己 对他们也没有好处啊 不如什么 念阿弥陀佛 不但道心纯属 且可不会挣扎 还可以功德回向给他 多好 所以我们做个转变 那个没有必要的超心啊 要放下 看破放下 看破一下超心没用 看破是明理啊 看懂啦 真看懂万德鸿鸣之殊胜啊 行住坐卧 穿衣吃饭 从朝至暮 从暮至朝 一句佛号 不令间断 而且一开始念啊 不能就只有闪念 最少啊 要定个时间 闪念呢 是在 加强啊 这个定刻的念补 不能定刻没有了 就是闪念 到时候越念越闪 到时候念到什么 念到呢 边念 打妄想很多 所以哪怕 时间有限 这个静修结药 三十二拜 你看我们刚刚念了几句 静修结药的句子 变得太好了 所以师长这里有讲 心长地柱 度是之道啊 常 常常 地 是真实的心啊 真实啊 想要帮助众生 不只是 帮助他 现在啊 更重要的 帮助他 了脱 无始节的轮回啊 这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啊 你帮了他这一世 轮回的问题 不能解决 那他还得轮回啊 只有这个法门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能够解决 究竟的问题 轮回的问题 求生净土 只有这个方法 这个不是我说的啊 黄念祖老居士 那秘宗 金刚丧失啊 那净土的话 那是传承 夏天居老居士的 他老人家慈悲啊 说了 我斗胆地说啊 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 只要不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生要了脱 生死轮回啊 黄老说不可 他老人家说是 斗胆地说啊 看到这一句话 很感动啊 怕我们呢 还要绕很多圈呢 绕到年纪大了 哎呀 我看还是念佛 求生净土吧 结果一念就打瞌睡了 没有体力了 所以何不宜强健使呢 努力修缮呢 愈何待乎呢 所以要帮助现在 众生当身成就 师长有提到 四本册子 够了 第一 认识佛教 我们也很有福报 董老师宣讲两次 把老人家 不止是 大清解的一些重点 都有汇到这个 专题里面 来开解 所以这个 因缘难得 大家可以重复学习啊 认识佛教了 就是 印光祖师讲 修行 所重发 菩提心 然后要建立正知见 建立正知见了 我们才会不会学偏了 学写了 所以第一 认识佛教 第二 三规传授 有本小册子 老法师讲三规传授 第三 无量受精 一句佛号 一部经典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还有第四 静中招募客颂本 所以认课 还是重要的 那这个 当初啊 是认了 早课第六评 晚课三十二到三十七评 我们也要了解 老人家定这个课的 深远意义 早课第六评 四十八月 念着念着 重要的 要念相应 心同阿弥陀佛 愿同阿弥陀佛 行同阿弥陀佛 因为还是要 世心 做佛 念着念着 阿弥陀佛 即是我心 我心 即是阿弥陀佛 那后来 师长 了解到啊 这个静修 结药的 书圣 也是啊 鼓励我们 能把静修 结药 做定客 他老人家 带动我们 一直 深入 静修 结药 报恩谈 我是亲眼所见的 看老人家 好长一段时间 身边都带着 这个波经机啊 都在听啊 黄老的 报恩谈 而下老 慈悲 考虑啊 我们末法 时期的 生活状况 工作 繁忙啊 很难拿出啊 整块的时间 来持送经典 所以 这个 静修 结药 将五经一论的精华 都含塞在里面 显教 密教 禅宗 密宗 这些 重要的教诲 都在里面 所以能够 做静修 结药 整个 静祖宗的 精髓 毅力 我们每天 都掌握住 所以自己 不输啊 就可以帮助人 当身 成就了 好 所以我们 读到这一句啊 心肠 地柱 渡时之道 问问自己 我面对 亲朋好友 是不是都想着 怎么造缘呢 帮助他们 念佛 求生 净土 你老说的 已经知道 这个法门 我们不尽力 跟人家 介绍 就不慈悲了 心 真的 常地 做 都是知道 就不想自己 不想自己 烦恼就少了 烦恼从哪里来的 我 谈 我 撑 我 吃 我 慢 了 凡事训 谈改过 如斩 读书 直断 其根 这样比较痛快 凌厉啊 所以这一句 听闻啊 可以让我们 烦恼 顿解啊 只要我们 可能把这一句 教委放在心上啊 烦恼 顿俭了 烦恼 轻了 智慧 就 长了 那 那 师长在这一句当中啊 劝勉我们 家庭 就是到场 公司 行后 就是到场 这是跟我们有缘的亲戚 朋友 同事啊 我们都要 地住啊 度他们的心 不但呢 照顾好他们的生活 还要教导他 帮他们 了生死 出三界 大做梦中 佛事啊 星见水月 道场 尽力去做 的心呢 不要强求 不要牵挂 原剧组了 尽心尽力去做 他刚好跟你有三分钟 五分钟谈话 尽心尽力去谈 这五分钟过去了 你不要去想 我刚才讲了 他能不能接受啊 不接受我是不是白讲了 不要起这么多念头 说而无说 那市长这里还说 不是说学佛一定要出家 一定要住在寺院里头 这你就搞错了 市长讲得很清楚 不能产生执着 看各自的缘分 一执着了 家里的人就生烦恼了 市长都在提醒啊 但是我们观察到 我们弟子们呢 好像还是很容易执着 所以这个不能怪 师长都给我们讲得这么清楚 我们得啊 多关照自己的心念 像师长有提到 学的佛 反而让家庭不合 这样就是学错了 学佛是放下执着 不能因为学佛的这个缘 又增长了执着 增长了控制 增长了傲慢 甚至增长贪败 要学对啊 佛陀是劝我们 放下执着 放下贪 而不是啊 换对象 继继续贪败 这个都要我们自己反观了 陈德也有遇到 同修啊 听经非常积极啊 我所遇的人呢 可能他听经的时间 排在前三秒 甚至是第一秒都跑不掉了 耳机啊 都挂在耳上 一直在听啊 结果啊 煮稀饭 变成干饭了 炒菜呢 都炒焦了 所以大家要赞叹别人的时候 还得客观看到他的情况啊 不要一激动了 哇 你怎么随时都带着耳机在听经啊 好精进哦 哇 你这么一赞叹 他更执着了 赞叹人啊 假如赞叹错了 会害人 赞叹人也要 也要客观了解情况啊 陈德啊 也干过这种 赞叹错了 把人害死了 所以不能激动啊 学佛要理智 面对境界要清楚 这同修啊 看起来是很积极的在听法 但是他这种状态呢 他都看不到自己的心 根本都没有安住当下 心都是 比较浮动的 比较躁的 古人留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违学第一功夫啊 想得浮躁之气定 所以不能贪换对象 变成贪听经 贪法了 人只要处在这种 贪的状态 他的心一定不定的 那忘心做主了 怎么可能定啊 心不定啊 你听的再多 领会的对吗 怕还会领会错 不是本心 学法无益啊 你听经 读经 水稳入关 是调整自己 离忘归真心啊 做事也是啊 立事练心啊 也是让我们回到真心啊 今天因为 想更多时间来听经 结果搞的你做哪一件事 除了这个搞 搞哪一件事 心都是不定的 那你听经的时候 是定的吗 我也不相信 有没有可能 他做任何的事 都没有定 结果一听经 他就定了 有没有这种情况 所以佛法 随顺因缘啊 安住当下 这个心安下来了 在当下 用真心 才不会啊 起过去 现在 未来的烦恼啊 我们假如 不能观照到 心不定 不能观照到 过去 现在 在未来烦恼 相续不断 这样的状况啊 你学十年 二十年 实在讲 不要说 没有进步了 不可能 不退步的 学如 溺水行舟 不静了 就往后退了 所以我们用功 要不就是我们的分别执着 在减少 要不就是我们的分别执着 在增加 所以我们假如不知道 放下的话 学佛的这个缘呢 有可能会增长我们的贪法 增长我们的傲慢 控制 控制 要求 从起心动念出修啊 心是根本啊 佛异大师说 关心 为要啊 所以 学佛 老法师讲 最重要的 用真心 像 陈德 有一位同修 看他 敦伦敬奋 都不下功夫 到处讲课 我就劝他 你要回来 敦伦敬奋 向上听话了 世上呢 回到家 还是不够用心了 没有 真正 忏悔业障 劝发菩提心文里面 必有姻缘 方德 发起菩提心 没有真正体会到 自己啊 对家庭的责任 缺失 没有体会到自己 对不起 父母 妻儿的地方 所以人要发出真心来啊 他在当下才能 真正 敦伦敬奋 所以说实在的 我是硬去把一个人 请下来啊 我想想也不一定对啊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我就会有很多活得干啊 他自己没有认知到啦 常常就 要跟我联络啦 老师啊 那很多人要请我讲课啊 我都一直拒绝啊 那怎么办呢 我快撑不住了 常常我 我还得 他哪个状况 他就要问我一下 那假如 有十个同仁 都是这个状况 都给我 他做哪一个动作 家里哪个动作 要 要 除去一根大众 又要怎么做 那我就变成 接线生了嘛 我就专门接电话就好了 所以 人啊 要真正领悟到 问题啊 这个别人呢 是很难帮忙的 我现在也要看破放下 我现在不做太多具体的建议 不然我的活都干不完 我想好好静下来 读书啊 都很难 我给他讲到了 你不去 也要清清楚楚 你为什么不去 你去 也要清清楚楚 你为什么去 假如我说 就给你定死去 还是不去 佛法 我有定法可说啊 我跟你讲不去 你又应对不好 还让你那一方的人误会 那我不是去影响你一方的缘分吗 所以他要清楚 陈德是在提醒他 你不能把讲课 变成一种职业 变成讲课将 你自己本分都没有进 你讲那些课有受受力吗 你到底在 互念大众什么 我们自己没有敦敦敬分 能讲出敦敦敬分来 你哪怕讲的都是老儿上的话 没有受受力的啦 甚至于你还加点自己的东西啊 你会误导别人的 一个敦伦敬分 发自内心敦伦敬分的人 他的言语 他的那颗心出来的言语 不会偏颇的 那大众一直 要找你出来 推不掉了呢 那你也可以横顺应援啊 但是讲什么 讲发现自己 以前的不足在哪里 错误在哪里 可以讲啊 可是你不能又像以前那样 又讲一堆道理 自己都不干啦 所以佛法为什么没有定法 无可无不可 核心在哪 你是不是用真心 所以 我们 面对啊 有缘的同仁呢 这个应对也 不能造成对方的执着 对方的依赖啊 不然 对他对我 都不见得有好处啊 所以这个 教学 确实是一门艺术啊 那当然 这个承德 是刚好啊 有这个感触 啊 其实啊 这十多年来是做得很不好啊 啊 没有 没有 智慧啊 可能呢 越拔越忙啊 所以 老法师 老法师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啊 就 提醒我们 可以给我们得到一些启示 好 好 大家 大家看了这个视力啊 有没有觉得受到什么启发 有的话呢 讲一点就好 这个视力对我有什么启发 有的 同修啊 请打开麦克风 现在 现在不是修禅定的时候 法不能用错地方啊 这个黄会长 我们得商量商量 商量 为什么要商量商量呢 我觉得我跟大家分享啊 可能是害了 可能是害了大家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可能我造成大家已经处于一种状态 一直听啊 一直听 突然 缘分一调整 我问大家啊 啊 这学佛最重要悟性提升啊 哇 假如我把大家搞成这样 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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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悟性 在哪里啊 达摩祖师传 大家看过没有啊 当时候有一段嘛 有一个王子 你们这些出家人 接受大众供奉 问你们什么时候 佛居然没有人可以回答我 通通还属 是吧 结果有一个僧人 武功高强啊 从空中过来了 这个王子 你腾空而至到底是正是邪啊 啊 这个僧人说 俊王若能分别携政 并不会排斥佛法 哇 你看他的应对进退 有胆 胆识 有智慧吧 你在看这个片段的时候 你要学到他的胆识啊 不然 不然 通通都是 只是 update update update到最后 寄问之学啊 会把悟性给堵住呢 这个君王说到底什么是否 他说 见性是否 性在何处 性在作用 本性在哪 真心在哪 在他面对境界会起作用吗 今天我们听了老法师讲了 陈娟娟这个故事 听完了 起了什么作用 没有任何体会 哦 哦 哦 那 这个 会长我们 得好好聊一聊 我们讨论他们啊 到底这个 是不是成德把大家的悟门堵住了啊 我们 有同修举手了啊 有请 李牧阳 居士 阿弥陀佛 感恩法师 嗯 学生的体会就是 嗯 真诚心 可以感化 呃 周围的人 就是 即使是不信佛的 啊 亲属 啊 父母 只要有一颗真诚的心 去做 去相信佛菩萨 然后就 一定可以 成功的 阿弥陀佛 感恩法师 感觉到真诚心啊 可以感通啊 好 那我再请教您 啊 你透过这个势力啊 你体会到真诚心可以感通啊 你有没有开始用在 你当下的哪个缘分当中 嗯 嗯 学生非常惭愧 嗯 学生 就是 嗯 觉得就是 周围的人很多 比如说自己的亲戚啊 他不相信 他 不相信 这个 佛菩萨的教诲 然后不信佛 嗯 就是 我们 不能去 强迫别人相信 也不要讲一些大道理 就是 就像老师说的 我们要 敦敦敬奋 就是 做好自己 啊 嗯 依教奉行 就是 嗯 把自己 把佛菩萨的教诲 把老师的教诲 落实在 日常生活当中 然后去 嗯 去用你的行为 去给别人做个榜样 然后去感化别人 而不是用你的言语 啊 这是学生的一点体会 还有就是 啊 当你真正 真心去 啊 学习的时候 啊 念佛 然后 念经 然后 就在无形当中 就可以 让别人 就是让自己的父母 真正的受益 这是 就是学生的一点体会 感恩法师 好 哦 所以这个李居士也是强调啊 自己真诚心呢 来 修行 哦 那我们从这个事例啊 哦 好 哦 还有没有其他同修 分享一下 啊 刘静 刘静 嗯 法师好 嗯 各位师兄好 嗯 墨学没有准备 现在就 啊 就说一下 这个是我 就是那个弟子 嗯 最近正在发生的事情 首先是真的非常非常 感恩 感恩 诸佛菩萨 感恩老法师 感恩成德法师 感恩所有的师兄们 弟子的父亲 就是前一段时间 是由于工作上的事情 他有一点失眠的状况 所以呢 就是 他会经常的就是给就是墨学发信息 正好呢 因为就是弟子是在德国 弟子的父亲呢 现在是在国内 然后呢 就是弟子醒来之后 就会跟父亲通话 会问一下他 就是失眠的原因是什么 他呢 失眠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他现在工作上的一些事情 就是 咱们认为一些不重要的事情 就具体的讲呢 就是 就是 呃 我的父亲有一家很小的公司 然后呢 就是他想要为公司找一个就是 合格的接班人 就非常用心 然后呢 就是可能就是在这个接班的这个过程之间 他会有一些沟通的问题 他会有一些沟通的问题 还有就是 就是接班的接班人和他之间就有一些 比如说达不成共识之类的一些问题 然后呢 墨学 然后呢 弟子呢 就跟他好好的长谈了一次 然后就跟他有讲 就是 呃 他的 他的就是心里想到我都懂 但是人家对方就是这个接班人 的想法 那我也可以理解 然后我就跟父亲讲说是 呃 就是 怎么讲呢 墨学现在是有一点乱 就是跟父亲有讲说是 我能理解您想为 这个就是公司找一个很好的接班人 但是人家接受的人 人家也是有自己的利益在的 人家不可能将自己的 精力和资金投入一个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去 这个是咱们应该要理解的 这是起义 然后其二 人家呢 是一个就是 呃 就首先人家不是您的孩子 人家不可能就是什么事都要听您的 这个咱们都要理解 然后呢 就是 我也有 就是跟他讲 我说是 现在呢 就说是 呃 其实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我们有东西吃 就是有地方住 然后就是有衣服穿 然后想想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 没有没有东西吃 没有地方住 首先这最基本的我们都有了 然后其次呢 想一想 就是 就是 在公司里边 他就是 我父亲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忠心的员工 什么事情都帮他做了 我说您您看一下 这个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而且 而且 现在这个接班人也非常成您的心意 这个就是这些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就是我们 就是要非常感恩 就是跟我父亲谈了好久好久之后 然后就是他的睡眠就是有 改善 然后他就问我 他说是 呃那你怎么现在你的想法就是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然后呢 弟子就跟他讲 我说是 那是因为我自己修学了佛法 是因为我听了那个老法师的教诲 然后我就跟我父亲讲 我说是 即使 即使我不是一个学佛的人 我听到了老法师的教诲 我也会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的老者 然后这个是我用真心真的跟我父亲这个这样讲 也是真的会跟每一个我认识的人都会这样讲 然后呢我父亲就说 那你赶紧啊赶紧把老法师的就是讲的东西给我发过来 然后呢就是现在呢国内呢就是不可能发整篇整篇的东西回去 就是有一个那个香港佛陀教育学会有一个每天有一个听师傅说的一个小的那个视频大概十分钟 弟子会每天听 然后呢我就是弟子把那个视频就是从网上下载下来 今天是那个就是说是修行人 就是师傅上今天有说的是那个修行人要有那个前后眼 弟子呢今天早上起来就把那个那一篇十分钟的不到十分钟的视频给我的父亲 然后就 嗯下载下来给他发过去了 发过去之后今天弟子有在上班 所以没有听到父亲给我打打电话 但是他要给我留一条言 他说是我已经看过了非常好 然后写了一个探号 然后我就真的是当下我就啊 我真的是佛菩萨佛菩萨加持 真的是弟子非常感恩 所以就说这个是今天就是今天当下发生的事情 这个用来跟法师还有各位师兄们 然后分享 然后占用大家时间 不好意思 好谢谢刘靖居士 我们两位同修啊 他们分享的内容啊 都让我们感觉真心起作用的力量啊 是很大的 好 那 那 陈娟娟居士 他互念父亲啊 念佛 往生 静主 是个源 哦 哦 刘靖居士 哦 哦 顾念他父亲 他父亲出现了睡眠障碍 也是一个源 哎 哎 刚刚我们李居士讲的 又是另外一种源 他说现在亲戚朋友还不能接受啊 那也是一种圆的状况啊 那也是一种圆的状况啊 真的圆来了啊 你 我们还在那里觉得哎呀 我应对不了啊 在那很紧张 都能随缘 这个菩萨士德啊 重要 随缘妙用 妙在哪 妙在这件事呢 没有让我生烦恼 我没有动 动妄心 因为我们一被这个境界影响我们的亲近心了 真诚心了 那我们就妙不起来了 妙在呢 念念为父亲好 妙在那个立重的心 我们刚刚听这个刘居士讲的 他为什么能 顺着父亲的这个语言 一来 父亲的这个睡眠慢慢好了 再来还把老儿上的法介绍给父亲们 跟我们学的无量寿经有没有关 善能分别众生语言 他父亲在跟他讲的时候 父亲的心境他都能理解 这样你沟通才能够让对方觉得你懂他 这个感觉有了 你在给他讲什么他很容易接受 假如这个刘居士一开始 听 爸爸你别讲这么长了 哎呀那些东西都带不走了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我看你爸爸可能更睡不着了 他更堵了 你看我们看到了 我们上一辈人责任心 他很有责任 公司我得把它好好的传下去 我得好好找接班人 我们首先要体会到我们父亲或者上一辈人 他们那种可贵的品质 你可不能一下子 你可不能一下子 哇凡所有相皆虚妄 大道理就趴就 善能分别众生语言 这个刘静不只体会他父亲啊 还体会他父亲公司里面重要的人 相关的人 所以他开解的很合情理 他父亲听了对啊对啊 你分析的对 当然这个言语是柔和直指啊 我说这菩萨适得在哪 在我们面对每一天的每个圆里面啊 那他父亲为什么接受呢 一定是他最近提升比较明显 这个叫威夷住持有则得 那大家要了解 这沟通绝对不是一次的啦 他要很多次的啊 普代众生受复得 要有耐性啊 去护念去陪伴啊 那跟陈娟娟居士这个事情有没有关啊 你善学的人有关系啊 他是遇到什么 他是遇到父亲病重啊 那刘居士是遇到父亲睡眠问题了 对学佛的人来讲有没有坏事啊 你觉悟了 你慈悲了 随缘妙用 你看陈娟娟居士也妙用的不错啊 妙用到 哎 哥哥嫂嫂啊 不信佛 看到这个样子都念佛了 连还有一个亲戚学禅宗的 看到他父亲这么殊胜 也老实念佛了 末法时期啊 一亿人修行 喊一得道啊 唯一念佛 得度生死啊 我们也看到他并没有攀缘啊 可是 他也积极的在激功雷德啊 我们看他跟随老和尚 那个第一本认识佛教的小册子 是他整理出来的 这功德大不大 他父亲临终 会有三十多个人帮他祝念 跟他女儿的激功雷德有没有关 跟他女儿的广结善缘有没有关 这里面啊 好几重因果在其中 那我们听了这个事例 我们能体会到了 我们就有收获了 我们进而会去效法 听完就听完了 那也没有任何感悟 那也是提醒我们 我们的学习状况啊 可能是寄问之学 比较多了 要转变一下 要用心去体会 要用悟性啊 来听故事 印光祖师讲啊 从理上不离心性二字 从事上不离因果二字 我们可不可以从 这一个故事当中 看到陈娟娟居士的心 他怎么用他的孝心的 他有没有用他的善巧方便 在里面呢 他用他的耐心啊 天天照顾他父亲啊 守在他父亲旁边呢 帮助他父亲念佛啊 大概一天念一万神啊 这些话里面 他怎么用心的 用了什么方法 善学的人都能观察到了 好 那这个也提醒我们 现在众生啊 你得把好的果相呈现出来 现在的大众才容易相信了 往生的时候相貌很圆满 一家人都得度了 王者的相貌很圆满 可以为人演说 那举一反三耶 我们可不能学了之后 就是 往生相貌在圆满 应该怎么样 现在就要圆满啊 像我讲到这里就比较没有底气 好 告诉大家一个小道小小 我最近有胖了两公斤以上 还继续在努力当中 哦 不然呢 这个支票已经开出去了 这个真胖计划 假如没有胖起来 我这个在讲台上就有点立不住了 好 所以啊 这个举一反三呢 还是很重要的 你不能听了这个 哦 这件事就是互念临终啊 哇 哎 现在我的亲戚朋友还没有临终啊 你都没学到 用一个执着的心啊 去听经去听故事啊 很难有收获 甚至还会出现执着点 所以老法师说 越听越分别 越听越执着 还以为自己是佛弟子 通通都搞错了 好 所以师长给我们说 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 善学地听地听啊 善师念之啊 善听 善观察 这个故事里面呢 我们的学处在哪里 五十三餐啊 善思维啊 哎 这个故事 这个理根事 拉到我自己身上 我应该怎么用 应该怎么做 好 所以刚刚我问那个李居士 啊 你很感动了 接下来呢 你感动到 他对他父亲的真诚心 那你有没有把这个心 那你有没有把这个心 用在你自己的 亲戚朋友上啊 善思维啊 怎么落实在生活 工作 处事 待人 接物 这个就是善思维 其实老法是讲经这句话 重复的多少次啊 重点是 我们是不是 重视这一句教会 我们是不是把它用上了 懂了一大堆教理啊 不用上了 说实属宝啊 哇 那个好好吃哦 你还是没有吃啊 那属一堆宝贝 都不是自己的 如品得宝 改往修来 我们得把它用上了 啊 喜心意行 自然敢将啊 所愿则得啊 那佛法 有求必应啊 你如理如法去求 去修行 有感应的 好 哦 所以 师长举了这个例子 李氏 袁荣啊 透过这个例子 让我们去理解 心肠地柱啊 杜氏之道啊 杜了一家的人啊 所以师长接着说了 我们一定要有心啊 这个心念念 无间断啊 自己求生净土 帮助一切人 求生净土 我们自己生性不移 然后要帮助一切众生 建立信心 这个赤地也很重要 自己都不能生性了 你怎么去劝别人建立信心啊 接着说到 他将来往生得力了 他感激你啊 是你护持他 介绍他 是你接引的 所以师长说大慈菩萨 他讲的好啊 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啊 能够真正劝两个人往生啊 往生就做佛了 你劝两个人呢 是因为你他往生做佛了 大慈菩萨讲啊 比你自己念佛的功德还大 你能帮助十几个人真的往生呢 你是菩萨 你能帮助几千几百个人往生 你是阿弥陀佛再来 这勉励我们啊 受此广度生死流啊 佛说此人真善有啊 好 当然啊 不要又听执着了 我算一算 我好像有三个还是四个 我是不是十拿九稳啊 不要掉以轻心啊 听而无听啊 不要又听出执着了 我是不是现在不用努力 我就可以往生了 不要听出执着了 这一段道理啊 就是让我们 心肠地住都市之道啊 好 那今天时间到了 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好ui 广告 本来就能够到这里 有什么都市和平均 词